黄斑部病变 他说黄斑部病变 那是西医的病名 你应该是说你的眼睛有什么问题 因为他检查出来是果还是阴 所以黄斑部已经产生这个病变是果不是阴 那这个果还应该还有其他的果 比如你的眼睛是怎么样才去检查 看起来有这样等于看的已经有变形了 对不对那这个能不能处理 有时候还会模糊 有时候会模糊有时候不模糊对不对 那这个可不可以处理 可以因为他不是24小时 这个应该在我的看法还算简单 也就揉到比较轻亮一点不模糊 然后视线可以比较聚焦 从头部原始点还有温敷好不好 那24小时的我刚刚已经讲了 那个耳鸣也好或是什么症状 反正你就是揉了还是耳鸣 那就是属于怎么样 本处体伤 那本处体伤的修复时间大部分要多久 3到6个月最严重 那超过6个月还没有好 那就是你就不要太有期待 按头部 好我这样回答可以了吧 好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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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